女孩来参加母亲葬礼 却发现墓碑上竟刻着自己名字 为什么写我的名字 来到母亲葬礼 女孩和父亲刚走下车 就发现眼前的景象有些诡异 葬礼上来了一堆陌生人 更奇怪的是 全都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 她害怕地往后退 却猛然撞上个奇怪的女人 对方看了一眼 沉默地转身就走 她觉得对方有些眼熟 但又记不起在哪见过 葬礼很快就要开始 父亲打算先去买树花 让她在原地等自己 就在这时 运送墓碑的吊车开了过来 挡风玻璃已经碎裂 但司机的操作依然熟练 甚至还放起了音乐 距离隔着老远 自己却听得一清二楚 女孩疑惑地回过头 却发现所有人都死死盯着自己 场面十分诡异 突然间 烟灰落到手上 司机被痛得一颤 本能地松开了控制器 在这墓碑的吊车瞬间失控 朝着女孩转了过来 买完花的父亲刚回来 就看到倒下的女儿 她满头是血地倒在父亲怀里 意识越来越模糊 只看到表盘上的时间 正好停在4点45分 可再次睁眼 死掉的女孩却在车上醒来 惊魂未定地看着怀里的骨灰盒 原来只是个梦 然而 她刚走下车 梦里的陌生人就站在眼前 他们齐刷刷看向自己 一切都跟梦里一模一样 接下来父亲说的话 去店里买花的举动 完全复刻了那诡异的梦 女孩吓呆了 就在这时 运送墓碑的吊车到了 她害怕地不停后退 却再次撞上奇怪的女人 女孩彻底崩溃 丢下伞拼命冲向花店 语无伦次地告诉父亲 这是个预言 父亲一头雾水 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突然 一旁的花店老板开口了 要不要 给你女儿也来一说 听到他咒自己女儿 父亲怒了 他扔下花就走 却被老板一把揪住 就这样 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突然 一个碎瓶的手机 忽然放起了音乐 跟吊车司机放的同一首歌 还没等来得及反应 一个人影跑到了身前 老板拿着剪刀捅进心脏 女孩倒在了父亲怀里 而墙上的钟 再次落到了4点45分 他第二次闭上了眼 这个女孩陷入了循环 总是在4点45分反复死去 而醒来的时间 离死亡只剩9分钟 经历了两次死亡 又在车上醒来 女孩吓坏了 只想着赶紧逃离这里 他颤抖着告诉父亲 自己刚死了两次 想要尽快离开这里 可父亲非但不幸 还指责女儿不懂事 接着 他说出了和前两次同样的话 女孩灵光一闪 假如能避开已知危险 自己应该能躲过一劫 于是 他跟着父亲来到花店 特意叮嘱他不要和老板吵架 可没想到 父亲却主动提出要买两束花 女孩吓猛了 这不是在咒自己吗 同一时间 被毛巾堵住气孔的高压锅爆炸 锅盖对着他迎面飞来 好在躲避及时 这才逃过一劫 他慌忙跑到室外 却又撞上同一个奇怪的女人 听到父亲追出来 他彻底崩溃了 为什么买两束 父亲脸色一变 猛然冲过来把他扑倒在地 原来 水坑里有根掉落的电线 父亲救了自己 连眼镜都被撞碎了 这时 喇叭里忽然传出歌声 低头看向手表 差二十秒正好四点四十五分 女孩有些绝望 难道这次也躲不过吗 忽然间 花店老板使劲揪住他头发 莫名其妙开了口 何必浪费金钱和时间呢 你也知道 没有意义的 这是什么意思 女孩无助地拼命呼救 但父亲却好像放弃了他 眼睁睁看着老板拿着刀 狠狠插进了自己心脏 同样的 指针刚好走到四点四十五分 第三次睁开眼 他又回到了车上 父亲好像很急 催着他赶紧下车 想到父亲见死不见的场景 女孩有些心寒 时间不多了对吗 一到四点四十五 我就会死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父亲满脸疑惑 并不知道女儿已经放弃挣扎 决定接受必死的命运 吊车开过来了 女孩依然闭上了眼 但这一次 吊车没有出事 墓碑稳稳落在了地上 可拆开墓碑一看 上面竟刻着自己名字 而父亲手里的签收书 变成了放弃治疗的承诺书 那个总是撞上的奇怪女人 就站在他身后 女孩绝望地跑回车上 想要逃离这个噩梦 正当他准备驾车离开时 一眼看到了车前的雨刷器 一瞬间 和父亲眼睛中的倒影重叠 他终于知道真相了 这个女孩已经死了三次 更诡异的是 每次都在四点四十五分 摆动的雨刷 重叠着数次死亡前的倒影 他想起来了 那天 母亲开车载着自己 窗外下着大雨 温差让挡风玻璃起了层雾 母亲转身和自己说话 一步留神 差点撞上过马路的女人 她赶紧转向 却一头撞上路旁的吊车 驾驶位的母亲当场死亡 车内的挂饰却插进了自己胸口 直到救护车赶到 女孩昏迷前的最后一眼 看到的正是手表上的时间 四点四十五分 车祸的开端就是差点撞上的女人 所以自己次次都撞到他 因为车祸实在听歌 所以梦境中 总会听到同一首歌 吊车 手机 广播 吊车的碎玻璃 裂痕的手机屏幕 还有父亲摔坏的眼镜 都是因为碎挡风玻璃和雨刷器 而穿着工作服的目的工作人员 是救援医护人员 葬礼上的陌生人 就是路边的围观群众 时间停止在四点四十五分 他走下车 一切仿佛被定格了 推开门 父亲和花店老板正在说话 而他正是穿白大褂的医生 医生劝父亲放弃治疗 不要浪费金钱和时间 所以在自己梦中 他成了杀死自己的凶手 眼看父亲就要签字 女孩慌了 大声求他不要放弃自己 可父亲什么都听不到 把签好的同意书交给了医生 一气被一一撤下 忽然 女孩的手却动了 父亲立刻冲到床边 看到女儿睁开了眼睛 父亲又惊又喜 流着泪拼令道歉 女孩示然地笑了笑 一转头 却看到时间正要止到四点四十五分 故事到此结束 只待梦境的时间再次出现 女孩到底是在梦中 还是回归了现实 评论里等你分析